香港人的土地問題真的很嚴重 難得上車 當然要選一個好房子 剛巧莊師傅出了一本新書 《如何選擇風水屋》 當然要來請教師傅兩招啦 Hi 選屋的時候 一般都會有東南西北的座向 最重要找東南西北的座向 就要有透明羅家 透明羅家旁邊圍著有度數 紙是0度 5是180度 柳是270度 某是90度 正北正東正南正西 我扔轉了 貼了這個之後 我們知道方向 我們不知大門方向 再找一個輔助的紙 這個大門方向一移進來 就等於大門方向 再塞一次給你看 塞進去 打直 這個就跟大門方向平衡 大門方向是這裏 大門方向的意思是 這裏向出來 我找回向出去的方向 最重要是按緊這張紙 不要給它歪 你再塞一個羅庚 那你就知道了 其實我們的名稱叫做助訊向前 助訊向前就是大門向 這個是313左右 312 3123 3左右 那你就知道它是什麼方向 這個就是皇朝皇丁的 如果你賣屋之前 首先打算要知道 這是請讀哪個是好位 那 german 是壞位 因爲房子 遊戲分而 pedüler 我們大方向 旺財旺丁 選財雙丁 旺財旺 旺財旺不 旺財 旺財旺財旺無 旺財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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千萬不要買錯選材雙丁 選材雙丁的方向要介紹 找到第二個步驟 大門向北 找到全屋的吉凶位置 師傅說大門分為八大方向 各有不同的桃花位 空位、財位和穩陣位 哈哈, 師傅都猜到我不明白 所以即場做了爐作 拼了八大方位 找到你的房屋究竟是多少度的方位 然後再對一對 我剛才教你的道數 你就知道大門向哪裏 知道大門向哪裏 然後再對這個圖 這個圖八個方向都有齊 找到房屋裏的 財位、空位、桃花位 你就知道了, 懂不懂 就算你買了一本書 我都跟你一頭無水 專門教你怎樣用 好多了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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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好多了